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说栏目 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主要想讲一讲 人脉的建立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有一些年轻人 进入社会以后 感觉到 非常的孤独 他们往往呢 不太愿意和人打交道 他们非常的注重 自己内心的东西 而不太注重 怎么样与别人联系 怎么样和别人沟通 怎么样获取 别人的支持和理解 那么像这样的状态 对于成功来讲 是一种障碍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 只有一个开放的系统 才是有活力的系统 而一个封闭的系统呢 往往它的活力是不足的 我们说要成功 很重要的 是你拥有多少资源 而现在有一个观点 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 一个人要成功 关键不是你自己拥有多少资源 关键是你能够整合多少资源 那么这个里面 这种整合资源的概念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人脉关系资源 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讲人要成功 人要成功是离不了大家的支持的 像一些孤胆英雄似的 那些孤舟独奖 匹马单枪 想来打一番天下 那每个世界已经过去了 现在没有一个系统 没有一些人脉 没有一个强大的后援 那么靠自己一个人去干 这种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之小 那么戴尔卡尼基 他有一句话 他在你可以没有多少本事 只要你的朋友有本事 就可以 那么我们看 我们看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我们就看到有一种人的成功 不是靠自己亲力亲为 而是靠有很多人来帮他 我记得当年的刘邦 刘邦在他取得天下以后 也有人跟他谈到 就刘邦你有什么本事 就刘邦就讲 他讲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我不如张良 当参谋长 张良比我亲 战必胜 攻必取 同百万之军 我不如韩信 苗家打仗 韩信比我亲 正国家 扶百姓 不决良道 我不如萧何 把后方建设好 给前方供应粮食 我不如萧何 刘邦讲了个什么道理 讲了个非常朴素的道理 我自己没有多大能耐 但是我的朋友有能耐 他们愿意为了我来卖力 甚至卖命 我就能成功 所以我们讲这种人脉资源的整合 广交朋友的帮助 这对于我们成功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 整合好资源 尤其是人脉资源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 在建立人脉资源时 有哪些应该注意的问题呢 我们讲 人的成功 一定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很多时候 你是好花也要绿叶来服 那么我们说 要建立非常好的 这种人际关系 应该注意哪几点呢 我们觉得注意的第一点 可能就是一种 理解与宽容 理解与宽容 这是非常重要 所谓的前半夜想自己 后半夜想别人 只有在理解与宽容 这么一个情况下 大家工作得愉快 才能够获得成就 曾经有人 想知道 天堂和地狱 什么样子 结果呢 上帝呢 就带这位先生 去参观了地狱 一看那个地狱 完全可想象中的是两码事 窗民激进 桌上是丰富的菜肴 但是那些人 都有得灭黄疾兽 目露绿光 什么原因呢 因为地狱里有一条规定 贴在墙上 就是所有用餐者 必须用刀叉 不能够用手去抓 而地狱里的刀叉 都是一米长的刀 一米长的叉 那些人竭力地想往自己嘴巴里放 但是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都饿得要死 非常凄惨 上帝接着 又带这位先生 去参观天堂 就来到天堂一看 天堂和地狱 所有的 硬件设施 和软件的规定 都是一样 但是唯一的不同 就是天堂里的人 用着刀叉 相互地喂食 你喂给我吃 我喂给你吃 所以天堂里的人 都红光满面 过得非常的好 所以上帝这时候就 告诉这位先生讲 你不是要问 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差别吗 差别就在一面之间 有没有理解 有没有宽容 有没有相互的协助 如果没有 如果人人只为自己 不理解别人 不宽容别人 那么结果就是地狱 如果每个人能够理解别人 宽容别人 给别人以帮助 那么就是天堂 那么我们说 要建立一种 良好的人脉关系 要广交朋友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与朋友交 应该是诚实 守信 要非常的诚实 也就是不虚伪 不欺诈 诚实 不但对别人有利 对自己也有利 在湖南的淮华 有一座美丽的古城 叫红江 红江 它是明清时期 中国的一个苏银 现在的红江古商城里面 有一栋楼房 那个宅院的门口挂着一块匾 那块匾上面有四个字 叫理人为美 那么这说了个什么故事呢 这个宅院曾经属于一个富豪 但这个富豪或者生意做得不太好 他准备转行 他要凑击一笔资金 那么他没办法 他只好把自己这个祖传的住宅 把它卖掉 就卖给了另外一位先生 那位先生也是做生意的 看他有困难 要买宅子 他就买下来 结果买下来之后 这位先生就改造这座住宅 改造过程中挖地三尺 居然挖出来了一罐黄金 结果一挖出来 大家大吃一惊 结果这位先生连夜 就找到那位住宅的卖主 就让先生先生 我们维修房屋 改造房屋 在地里面挖出这一团黄金 这是您的 我给您送过来了 就那位卖主就讲 卖家就讲 这个我不能收 因为房子卖给你了 卖给你了 所有的东西都归你 我怎么能够收这个黄金呢 就这个买方就讲 他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并没有说 买这团黄金 我就是买房子 您可能也不知道 您这个住宅的下面买有黄金 就一小罐黄金 一罐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买的契约里面 没有含这个黄金 所以我要还给你 就那边就说那不行 因为既然买的话 虽然说协议上 没有写清楚 实际上我宅子卖给你了 我所有东西我就卖给你了 我不能够不信 就一方要还 一方不要 最后争执不下 结果呢 就找到了当地的那些有名望的士生 就请他们来断 怎么办 这个钱谁也不要 后来当地的那些同仁工会 当地的士生 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这样吧 你们既然谁都不肯收这团黄金 那这个黄金 你就干脆是这样 拿来修路吧 提供给公益事业 看怎么样 他们双方都说可以 后来就拿来修路 然后就给送还黄金的 这个买家 就送了一块匾 叫李仁为美 那么这个故事 讲到这 大家都可能觉得 这两个人有点呆 对公家肯定是有益了 对公益可能是有帮助了 但对他们自己呢 我告诉大家 后来的结果 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 后来这个故事传出去以后 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人的诚实 是很难别人 奇迹的 后来他们两个 就都接到了 大量的订单 很多人都愿意 跟他们做生意 因为他们这样的人 连自己可以 要的钱 他们都 他都不要 那么别人的钱 他们绝对不会去贪 所以诚实是非常重要 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 面对财富和社会地位 反差悬殊的人 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和姿态 与他们平等的交往呢 还有交朋友 平等也非常重要 一定要一种平等的 这样来打交道 不能够一种居高临下 或者是仰面求人 都是错误 现在我有时候看到 我们有些人 有些企业 有些机构 他们也帮助一些弱势群体 但他们帮助弱势群体的时候 往往有一个做法 我觉得不太合适 就是把弱势群体拉出来亮相 我曾经参加一个捐赠仪式 十位大老板 捐赠十位贫寒学子 结果呢 大屏幕上 播放那些贫寒学子的 非常破败的 家庭的 住宅的那些图像 展示他们父母的 或者残疾 或者有病 然后让贫寒学子 走上台去 接受这些富豪的这种捐赠 捐赠多少钱呢 就捐赠一万块钱 每个人捐赠一万块钱 我当时我就和坐在我旁边的 一位领导讲 我说我非常的反感 这种做法 你捐赠就捐赠 你用不着把别人拉出来 把自己的贫穷 把自己的一些 可能不愿意 暴露给别人看的东西 暴露给别人看 然后用种施舍者 施恩者的一种姿态 去捐给别人 我说这实际上对别人 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我就非常赞成 有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做得非常好 学生都有那种 饭堂的那种卡 就是我去买饭菜 我呢 每个学生 学校里面都有一张卡 叫时常吃饭的卡 这个学校有个什么规定呢 就要假如发现 一个学生 一个月的饭菜的开支 低于一定的额度 就吃饭都很难保证的时候 学校 就给他那张卡里面 悄悄地 再打入补助金 我觉得这种做法 就非常人性化 第一 它使得受贿者 没有屈辱感 也是一种很平等的 这么一种 一种做法 使人感到很温暖 所以我们讲这种平等 能够带来朋友 第四呢 我们在和朋友打交道的时候 一定要有换位思考 美国的汽车大亨 汽车大王亨利福特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说成功有秘诀 那么我告诉你们 就是换位思考 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想想对方的感受 你就能够成功 你又能够成功 曾经有一个保险公司的 一位业务员来找我 要我买什么保险 一递名片 我当时看了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名片有问题 那个名片上印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不要等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才想到雨伞 我说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就认定我会遇到暴风雨 我说你拿这样的名片给别人 别人看了以后心里面很不痛快 因为你自己以一种救世主自居 你必须要买我的保险 你必须加入我们的客户队伍 你才能够到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你才能够渡过难关 否则你就是个孤儿 我说你这个实际上并没有想到 看的人的感受 后来那位保险公司的那位 那位先生导师挺谦逊的 他叫上 他那您看这句话怎么讲呢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曾经看过另外一则保险广告 我说他呢就完全是一种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进行设计 那个广告写得非常好 他这样写的 有福你来想 有难我来当 小钱你来花 大钱我来扛 像这样的说法 我说你远远的比你那句带有威胁的话 你不要等到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才想到雨伞 我说你是威胁人家 我说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广告语 是吧 有福你来想 有难我来当 多好啊 多狭义啊 小钱你来花 大钱我来扛 多好啊 这种换位思考往往能够使我们呢 护着吃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还常常碰到一些拉小圈子的庸俗做法 该如何远离这种行为 建立真正的人脉资源呢 那么在这里 我想还有一点要说一下 我们讲的人际关系 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人际关系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并不赞同 一种社会上一种庸俗的小圈子的划定 那么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在拉关系 他们用什么拉关系呢 就是去做一些不符合社会功德的事情 除了吃吃喝喝以外 可能呢 还要去洗脚啊 当然正常的洗脚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违法的一些行为 通过这种方法它能拉关系 我们不是说要拉关系 这里面有两个明显的区别 拉这种庸俗的小圈子 它往往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 它有很强的功利性 就是我跟你交朋友 我想得到你什么 你和我交朋友 你也看你能在我这得到什么 得不到 那就没有朋友 实际上我们讲真正的朋友 它的基础是情感 有感情 而这种庸俗的小圈子 它的基础是什么 是功利 这完全不同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区别 第二个巨大的区别 就是庸俗的小圈子 它第一 这种互利一定是物质的 金钱的 而我们认为 有很多的互利是精神的 你比方向我 我每年我最高兴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每年最高兴的时候 是教师节前后 当我收到我的学生的 那么多贺卡的时候 我简直认为 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富翁 我觉得我很富有 学生往往就是一句问候 手机上的一句祝福 而那些庸俗的圈子 它就是要钱 要东西 所以精神的和物质的 这两种 如果单强调物质 它就是庸俗 还有这种互利性 它往往 它也是 并不是 马上 那么有种庸俗的圈子 我今天帮了你 明天你就要帮回我 否则我就不认你为朋友 而实际上我们讲 有些互利 他不是说 今天帮了 明天你就可以回报 有时候 他那个时间 可能会 研制一年以后 十年以后 甚至几十年以后 因为真正用心教的朋友 他是一种地久天长的友谊 他不在乎一时 一世的自我的收 或者是知 我们说 一个人 如果我们在事业上 在生活上 在社交上 都有自己非常好的朋友圈子 在事业上 能够相互砥砺 相互切磋 在生活上 能够相互支持 在社交上 能够相互 有一种认同的话 我们的成功 也就会非常的圆满 谢谢大家 在成功的道路上 一个人或者团队的能力越强 就越容易获得成功 可是 如果不注重道德品行 会给成功带来很大的破坏 那么 我们该怎样修身养性 提高道德修养呢 敬请收看下期 彼得为先